位于花莲收封箱的有机农业研究中心1号上午举行了接牌仪式 有机研究中心未来将肩负起台湾新农业政策中 有机农业发展的重任成为了国内研究技术的先驱 那么农业部前后任三位部长以及县长许正卫 东福中心副执行长郭应毅等多位的贵宾也都到场见证 而驻美代表萧美琴也与预录影片来祝贺有机中心的成立 这也将是台湾有机农业未来发展的历史性一刻 会推广我国有机农业的发展 驻美代表前立法委员萧美琴在2015年在立法院提案要求成立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在农业部指导下花莲区农业改良厂积极筹办 在1号上午正式接牌启用 农业部长表示农业推广中最重要的价值是在维护台湾这片土地的环境永续 透过有机农业的推广提供安全与卫生的农产品给消费者 它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在维护我们台湾这片土地 维护我们这片环境的一个永续 那透过有机农业的推动 那也其实它也是能够提供安全又健康的农产品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它最重要的就是用它的技术去支持我们农业的一个 有机农业的一个发展 那特别是有机农业它不是说只是把种子放在田里面不喷药不施肥就可以了 它需要更精进的这些有机制裁的一个提供生物防治的方式去做技术性的支持 那我们期待这样的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它不只是为了花莲地区的有机农业 更是为了全国的这些有机农业 协长徐政委指出 花莲有机农业在杜立华厂长担任花莲农业局长时 就开始推动去年更是加入了八个有机专区 花莲更需要专业的单位给予更多的技术 让花莲务实地去精进农业的技术 让我们更需要专业的单位给我们很多的技术 研发非常多的技术 而让我们的在工具场实作的时候 能够进展也能够让我们能够实务去团的进展 我们会去实践 我们如何透过植物的特性 昆虫的特性去做我们农业的防征 而不需要再用化学为料 而不需要再用其他的 现在有个低的低度的中度的 一些还是有一些毒药性的毒性的 我想透过自然的方式 透过植物、动物的特、昆虫的特性去防治 这些的专业就留在有机专业中心 推展台湾有机农业驻美代表萧美琴 八年前在立法院提案成立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在中央约两亿元的经费益助之下 历经四年筹办 两年的工期以及取得使用执照 今天是终于能够接牌启用 从七年前在立法院提案成立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到协调退府会土地一波及变更 自来水管线及电力 以及协调营件署代办工程 我都亲自参与 经过四年的筹备一直到前年动土 再经过所有参与者近八百天的努力 这段期间 陈主委并没有忘记照顾在地的小农 他持续推动有机农业促进法 在驻美代表处成立全球唯一的农业组 借由同仁的努力 成功与美国签署了有机同等性协议 大幅增加台美有机农产品贸易 今年我们很高兴看到 美国成为台湾农产品第一大的外销市场 也包括深受美国朋友们喜爱的台湾兰花 现在我在美国为各界朋友们准备的圣诞礼盒 使用的就是来自台湾的有机农产品 我想让美国朋友打开礼物的时候 就能感受台湾最美丽的 不仅仅是迷人的风景 更有我们对山海土地 对大自然最真诚的关爱 有机农业研究中心成立后 将肩负起新农业政策中 有机农业发展的重任 成为国内研究技术的先驱 不仅将有助于东部有机农业产业的提升技术之外 并逐步推展有机健康乐活的版图 甚至将会代表国家向外拓展有机农业的合作交流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马报道